今天有媒体拍到歌手杨坤 首先手带两位女子与功夫男星试验一起相聚吃饭 随后媒体独家求证杨坤工作人员 对方首先表示并未看见视频 在记者描述后他回应称 我不清楚这与工作无关 对于杨坤的感情状况他也称不清楚 据悉视频显示杨坤一手牵着一位女子与试验相聚吃饭 随后红衣女子先行离开 而鲍文女子则在室外 趁杨坤不在与试验又亲又抱举 只十分亲密 直到杨坤出现两人才停止 最后众人分别时 杨坤与试验意识好一番寒暄 令人意外的是鲍文女子却上了杨坤的车 不少网友表示这几个人的关系真是令人琢磨不透 有网友表示杨坤他没结婚 想做什么都是他的自由 我们也干涉不了 他的是女朋友也不是别人的妻子 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说别人 还是老老实实上班挣钱吧 吃瓜群众们 关系好复杂这也不是我们能理解清楚的 这件事情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而已 就让当事人他们自己去解决吧